别人探店我探厂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迪 今天咱们的小迪来到了 山东兰贝斯特交庄集团股风有限公司 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他们的负责人韩旭 现在的这个场地是我们的一个储运码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储运码头一共有3300个平方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储备3万套的黑板 这边墙上展示的这套方案 就是我们现在在教室里面经常见到的主流的方案 因为这个黑板其实大家并不清楚 它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也就是说不但我们的老师在用粉笔 我们老师的老师也用粉笔 我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可能孩子还是在用粉笔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历史长河当中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要去改变它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们的黑板除了可以非常舒服的书写跟擦除 我们甚至还可以做到这个文件的传输和保存 蓝贝斯特跟光灯黑板就已经及时传过去了 那我现在把它擦掉 我们擦掉之后的内容 其实在板面上已经清除得很干净了 那么我们可以找回是通过这边的方式 现在我写的这个字可能就被遮挡了 但是在这边我们已经呈现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就丝毫不影响了 是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蓝贝斯特光灯黑板的八个字 就在这个位置 擦掉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把它找回来 我们把这个打开 打开目录 我们写了很多 PDF的形式 我们在整个教育系统里面采用了黑底绿字辨识度最高的一个 一个成像方式 特别是显眼的一个方式 那么还有给大家讲一个秘密 就是这种呈现方式 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只有蓝贝的光灯黑板用了黑底绿色呢 其实不是的 还有哪些地方呢 当然如果有的朋友去看过可能知道 比如说我们飞机的操控台 所有的仪器都是黑底绿色的显示 那就是很显眼的绿色 那还有一个地方你可能去过 哪里 就是我们核电站的操控台 核电站的操控台 有去过吗 没有 没有是吧 因为核电站比飞机还有难进嘛 对吧 那你问我可能去过没有 我肯定没去过呀 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园区 对 来我们的锦南园区 好 咱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 大家再见 拜拜